最新的娱乐资讯 最全的娱乐分析 最爆的娱乐看点 大家好 欢迎来到鱼鱼 自从郑爽之前的那些事情发生之后 真的让无数人都大跌眼镜 毕竟谁都没想到 曾经人处无害的郑爽居然是这样一个人 这绝对是超乎我们想象 或者说郑爽的表面功夫做得实在太好了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张恒 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郑爽 可以说 东窗事发之后 郑爽也跟着从所谓的美好幻想中破灭了 事业彻底完蛋了 十年演艺生涯宣告按下终止键 事后不仅广告商 代言品牌商纷纷脱粉 与郑爽划清界限 而且其撰写的书籍 尚未播出的四部影视剧都惨遭下架 甚至连昔日参与录制的部分综艺节目都被要求打马赛克或者干脆剪掉 包括演员的诞生 王牌对王牌等等 据其身边人透露 爽妹子风波后一直不敢出门 整日以泪洗面 精神状态相当差 甚至要请心理医生上门辅导 而郑爽更是自爆 自己在美国生活困难 没存款 没收入 靠喝自来水冲击 唯一的护肤品就只有儿童护臀霜 就连卫生巾和卫生纸都要省着用 让人不禁怀疑 这还是那个日薪208万喝1500块矿泉水的郑爽吗 近日 神影快一年的郑爽终于露面了 有网友在上海某机场拍摄到爽妹子拉着行李箱 匆匆走去安检办理相关登机手续的画面 画面中郑爽身穿一袭长款搭衣 一个人形单影支拖着行李箱 颇有几分落寞感 途中只见郑爽不时低下头 不时变沉思 眼神空洞无神 深陷风波以来整个人憔悴 消瘦许多 而郑爽如今走到这一步 不得不说一句话 该 张翰在与郑爽分手后曾说 你今天所做的好与坏 在未来的某一天 福祸都会来找你 别急 张翰 郑爽有些原爱情剧一起来看流星雨 一起再看流星雨两部戏而因戏生情 于2013年8月首度公开恋情 一时间收到了俊男靓女的美名 只是郑爽自称在这段感情中爱得比较自卑 认为自己的颜值配不上张翰 所以他因闹惨地爱上张翰而特意跑去整容 只为和张翰看起来更搭 不过他能够在媒体前大方地承认整容 要比那些看起来明显和出道前不一样的女星 还是多了一份勇敢豁达 他曾对媒体当面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网友说你的眼角嘴唇不一样了 你怎么回应这个事 郑爽则毫不避讳地说道 因为整容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值得一提的是 站在他身边的大秘密 显得有些尴尬 表情像极了 胜无可恋 郑爽自称对这份感情投入很认真 他曾表示 这么多年我对这份感情很认真 不拍拥抱戏 不拍吻戏 我以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结婚生子 并且他还时常翘班脱离剧组 只为和张翰如胶似气的黏在一块 像极了夫妻 二人这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不到一年 就迎来了分手 或许用赵本山的话说便是 初恋你根本不懂爱情 那是在2014年4月份 张翰和许晴前往录制综艺节目 《花与少年》 在节目中 许晴的眼中是满满的张翰 那一刻又像结了情侣 一时间网上疯传着张翰许晴统居的新闻 网友将目光就转移到了郑爽这边 可是郑爽并未对此生气澄清 反而在媒体前说到 这种想要修成众果的想法已经破灭了 这分手的原因说得十分潇洒 没有一点惋惜和委屈 反而有一些可笑 这时张翰也收到了一片骂声 认为他是渣男 开始同情郑爽 虽然张翰连忙发表动态 表示不论关系如何 时至今日我仍爱一人 恶心的人请自动走开 只是这句话显得太苍白 太无力了 没过多久 郑爽又没有一点点防备的 在某发务会上 单方面表示和张翰分手 还说道 我觉得自己一直处于一种负面的状态 越来越不自信了 然后会发现对方离我越来越远了 可是张翰呢 或许保留了男人最后的一点自尊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声 我会尊重他所有的选择 这句话像起了傅心汉的口头禅 在众多网友无法理解张翰内心所想的同时 张翰却在四个月后 同古丽娜扎走到了一起 一时间张翰似乎坐实了出轨渣男的标签 而古丽娜扎也因为张翰的关系 被骂得很惨 只是在大家还没有骂够张翰之时 郑爽又被爆和胡彦斌在一起 这一天是2015年8月20号 没错 距离张翰和那扎公布恋情还尚有余温 爽妹子便在非主动承认的情况下 和胡彦斌缠绵在了一起 不得不说 这位狗仔拍摄的角度还真是雕塞 可以看出 郑爽很是享受和胡彦斌在一起的感觉 如果说胡彦斌已经满了 那么郑爽则已经溢出来了 据悉 郑爽因2014年1月份参与电视剧《古剑奇谈》的插曲录制 而和素有音乐才子之称的胡彦斌相识 在一来二去的交流中 正值花样年华的年轻人 如果不谈恋爱 似乎会跟不上潮流 然而那个时候 张翰正在参加综艺《华语少年的录制》 海卫传出和许晴的绯闻 那么郑爽变心出轨的标签 似乎就摘不下来了 郑爽也因为不想再继续被媒体质疑 便大方地承认了和胡彦斌的恋情 只是这段感情像极了公测的宣传语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官宣一个月后 网上又有了胡彦斌清空所有微博 疑似与郑爽情变的文章 虽然二人并未做出回应 但是荧幕上已很少看到二人同框 几个月后 一篇疑似郑爽父亲所写的文章问世了 表体为胡彦斌是个花心大萝卜 而原因呢 是因为胡彦斌被狗仔拍到了 和某女子共同出现于酒店的照片 最后二人被迫承认了分手 关于这段感情 郑爽向郁可欣学习了编撰成册的技巧 出版了一本名为郑爽的书的书 其中详细叙述了他和胡彦斌的点点滴滴 以及爱情难舍的心态 郑爽在书中曾言明 这是唯一想让我写进书里的关于爱情的人 我不喜欢遮遮掩掩 我甚至喜欢被你在公共场合亲吻 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你的心里只有我 虽然我们都很羞涩 但那瞬间的其他人都不存在 这是赤裸裸的示爱 可惜并未得到郑爽所想的回馈 因为胡彦斌早已看透了这份感情 对此 胡彦斌只在社交平台上草率地回复了一句 从来没想过有人会把我写进书里 这一刻忘了我是谁 只为支持你 只是旁边的一段歌词亦有所指 有些人你认识很久做的事你却看不懂 这是不是因为胡彦斌已经看清了郑爽的人品呢 是否已经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 类似于他和张恒之间的事呢 此后胡彦斌在做客某综艺时被蔡康勇问道 你觉得要旧情复燃吗 胡彦斌却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会的 结果爽妹子又被爆了新的恋情 那一段爱情中的男人 就是目前正和他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张恒 郑爽的第三任男友终于出圈了 找了一个素人 不过张恒显然也不是个一般人 富二代的身份 海外留学的经历 还是才华横溢的潜力骨 年轻有为的他不仅甘愿做郑爽背后的男人 还为了帮助实现郑爽的梦想而努力着 只是说好了的一起奋斗 说好了的好好谈恋爱 但是恋爱综艺都还没录完 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这180度的剧情反转也太令人猝不及防了 不过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分手后的张恒不仅女友没了 公司没了 连名声也接连崩塌 1月18号张恒发文曝光自己的一双儿女 震惊众人 随着而来的是疑似孩子出生证明 郑爽一家与张恒一家沟通录音的曝光 不得不说这些证据的攻击力太过强大 连平时爽言爽语惯了的郑爽都沉默了 郑爽说这是我非常伤心和私密的事情 但是事已至此被别有用心的一步一步曝光 听得出郑爽这一次栽了大跟头 显然心有不甘 郑爽的三段感情可谓爱得轰轰烈烈 只是结局却一次比一次令人唏嘘 甚至连人生都可能从此改写 张恒在与郑爽分手后曾说 你今天所做的好与坏 在未来的某一天 福祸都会来找你 别急 游戏感情的人终有一天也会被感情所游戏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关注